朋友吵架鬧分手 好心介入勸分手 他們吵架沒分手 我在旁邊變豬頭 所以不滿足 最後一句沒有 沒有遇到 如果有押韻的話 那可能是我們這個製作單位呢 寫稿人 一定會不會 來學富洋華 根據統計 有超過五成的情侶 分手後有不合的可能 造成當初勸離的朋友 處境相當為難 到底勸別人分手 藏有什麼樣的學問呢 你這次回頭找 我就幫你進豬籠 親愛的 跟你說過很多次 不要再執迷服務了 你看那再不合 就不跟你當姐妹了 證據我都已經把你收集好了 你再不分手我就叫警察 別笨了你吃得更好的 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熟女朋友啦 朋友感情出狀況 妳會馬上勸分手的請舉全 幾乎耶 其位呢 我的話是 那個女生呢 為那個男生染上了毒瘾 那這一定要 這一定要分手啊 而且因為那女生太單純了 所以一定要勸分手 發生在妳周邊還是妳看社會版的 我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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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4D 那Tiffany呢 Tiffany 我的話是 女生背叛男生 然後我們偷偷原諒她了好幾次 然後死不停 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勸那個男生分手 喔 沒有什麼事 重招呼吸 沒有人會勸妳的 或是說有人會白目來跟妳講說 小禎算了啦 會這樣 妳說勸我跟妳這樣離婚嗎 很多啊 對喔 好 那沒關係 妳旁邊真的是有一些 我們現在要來請問一下 我們的特別來賓好不好 第一位當然是我們的這個 率君嘛 又Cue回來是不是 是... 我覺得我其實是勸和不勸禮 因為其實要相識相認 到最後要在一起 我覺得就已經花很多時間 在對方身上 如果很輕易說分手 那不是就是當兒戲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 如果今天你們只是吵架 我會覺得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解決的 或是可以值得被原諒 我覺得就可以繼續進行 除非是一些很特殊的狀況 像是棋惠的朋友 什麼自己染上毒癮 或是遭受到生命威脅 或等等 我覺得會比較嚴重的 我會覺得那就趕快分一分 剛剛率君講說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在一起不容易嘛 我跟你講 妳就原諒他什麼的 那到時候最後他還是分了 他是不是還是會怪你說 你看 當初我就說要離開 妳又勸我在一起 我跟你講 所以說什麼都不對 真的 里外不是人 對 那曲家瑞老師呢 我覺得應該不要講耶 就隨他去吧 像我自己以前 那個男朋友也是批了好多次啊 那每次他批腿的時候 我都跟我周圍的朋友抱怨 然後我朋友都把他罵得臭頭 就把我當時的男朋友罵得臭頭 可是後來 我還是又接受他啦 我想說是我而已啦 想發脾氣 可是如果 因為就還是愛啊 對 因為我還是愛啊 就我當下很火大 我可能哭得犀利 他怕他可能想去撞牆 可能受不了 要把他衣服全部丟掉 把他對著都撕光 可是隔了兩天後他回來之後 我說真的這孩子這麼難 真的就放掉了 好不容易倒手 怎麼會就放掉你知道 他還是有很多好的地方你知道嗎 老師 他是逗我開心啊 像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的好朋友 是就是各種狀況都是 比如說他的男朋友 如果是花心大老婆 或是他覺得他 我覺得這個女生朋友 在這段感情裡面受了很大的傷害 但我不去跟他講的話 我就覺得 這社會就是缺乏 我們有這種正義感的人 難道社會這樣黑白不分 你們就這樣一直沉淪下去 對 如果把你竟然罵成跟豬頭一樣 你還會跟我做朋友嗎 不可能啊 很多人都把我罵豬頭一樣 還不是為你們做朋友嗎 而且 所以你還算在裡面 會說出很難聽的話 你都會覺得說 天啊 許家瑋怎麼講出這種話 對我這麼恩愛的先生 我們還有一個這麼可愛的寶寶 你知道 他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會很恨我的 我不會的 激烈的程度 有一點把他搞得 有點像關鍵時刻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記住喔 不管你的朋友是為了什麼原因 要跟對方分手 記住 他不是帶著問題來找你 他是帶著答案來找你 為什麼說呢 他其實心裡面不是在問說 我要不要跟他分手 而是他心裡面 已經有個小小的聲音了 他可能小小的聲音是說 我想跟他分手 希望你認同他 對 希望你認同 但是分手或者在一起這兩個字 千萬不能從你們 這些朋友的口中說出來 因為那變成你的答案 不是他的答案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熟女朋友 有沒有遇過呢 自己或是身邊的朋友 一直喊要分手卻又一直複合 有的請舉牌 我們問一下 就是比較有同理心的這一位 美寶 有 就是結婚前的時候啊 只要遇到上班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跟男朋友吵架 會假想他是不是在外面 去跟朋友去喝酒了 然後去找妹玩了 然後但是只要到了下班的時候 他來找我們就又複合了 所以就是就一直在 每天這個輪迴中 每天也一次啊 好像不到12小時耶 累不累啊你 這不算分手吧 然後只要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跟同事說 我一定要跟這個男的分手 他好賤喔 然後他一定都沒有去工作 然後跟朋友去去玩 然後後來這樣子 反反覆覆之後 我有一天要結婚了 結果我不敢發洗帖給我 你平常在吃抗憂鬱的藥嗎 那你傷害 我覺得是我自己耶 就是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比較情緒激動 可是呢 他情緒激動的表達方式就是 他會傷害他自己 然後比如說他會 撞那個櫃子 撞衣櫃 或者是他用那個手 他就為了要表達他不滿 或是我說要走了 他要留下我 他就拿手去撞 就是打玻璃 把整片玻璃打碎 然後手就一直流血 然後他就說你出去 就出去 就是不要管我 你出去 然後就是你會覺得 太可怕了 當時那個精神壓力很大 可是朋友就一直勸說 趕快分手 這個人有病啊 他一定哪裡出了問題 大家就跟我說 他有一天傷害自己 他下一天一定會傷害你 他有傷害過你嗎 沒有 所以我一直就很喜歡他 就是 蛤 他是什麼歪雄人的 他要傷害他自己 就是 妳是在等他傷害妳的那一天嗎 沒有 我相信他不會傷害 他說他曾經傷害完自己之後 很冷靜的看著我說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傷害你 好可怕 我也沒有意思 病得比較重 還是傷害病得比較重 其實我覺得妳的那位男朋友 應該他心裡面很不喜歡自己 他對自己很不滿意 可是他很有自信 那妳要看是真的自信還是假的自信啊 我覺得啦 一個人如果說他對自己都不喜歡 他沒有辦法愛自己的話 其實他很難用同理心去愛別人 那我要講一個 我也有認識一對男女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極度沒有自信 然後他會常常暴力他這個男的朋友 比如說他們兩個走在路上喔 在逛街的時候 如果這個男的突然間看了旁邊一個人喔 這個女的就會說他女朋友 當時女朋友就說 妳要不要看剛剛那個女的 這個男的就說 我沒有看我沒有看他這女的 有明英就有 你在看他胸部很大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你就看他 然後過了一下又走路 這男的又瞄了一下 他女朋友說 妳看剛剛 妳又為什麼又看另外一個女生 那他男朋友就說 我沒有我沒有沒有 他說有 是不是他推演戲 比我戲 所以這個女孩子不斷地在 就是好 他給他自己很多壓力 他就認為說 他男朋友不斷地在背叛他 然後回到家之後 他們常常吵架 這女孩子常常威脅說要跳窗子 他不只會自殘 還會自己傷害自己 會有家住暴力在這男的身上 後來這個男生就開始有一個很大計劃 就是大逃亡計劃 他需要瞭解 因為這個女孩子已經覆下全部的眼線 這真的事情喔 就是這個男生一開始還會打電話給他朋友說 完蛋 你知道我女朋友怎麼會這樣 沒有想到講完電話後不到幾分鐘 這女孩子就說 欸 你剛剛是不是打電話給那個誰 給咪咪 然後這個男生就說 我沒有啊 他說有啊 咪咪跟我講 你跟他抱怨我啊 我又怎麼了 還要拿到自己 所以後來這個男生 他就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講了 然後呢 他就開始計劃一個一年大逃亡 我想說 我一定要規劃好 讓這女生不知不覺 我就要離開她的生活 果然一年之後有一天 他就如往常一樣 早上幫這女朋友買早餐 安撫好她送她去上班 然後他就說 那我要去郵局 我要去存錢囉 然後這男生就再也沒有回來 他就逃走了 他就去哪了 他就跟你在一起了 我比較想要 老師有收留這種人的就對了 我就想說這是真的事情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我真的相信 講了這麼多的這個狀況 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千萬千萬不要介入 我們先從第五個跟第四個來看 第五個就是 對方有一些不良的習慣 吸毒啊 吸毒啊 酗酒啊 嗑藥啊 嗑藥啊等等 這樣還不介入啊 吸毒還不要介入啊 對啊 都已經吸毒了 因為 因為為什麼 等一下我再講 我們先看第四個還有什麼 我們一起講 再來就是有 剛才有講的 這個一定要介入的啊 不是欸 這兩項已經很誇張了 是 好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良習慣 例如說像吸毒賭博 因為會從事這樣的嗜好的人 大概都會跟 可能黑道啊 環境會比較複雜 他可能有這方面的朋友 那如果他的朋友 他跟他朋友訴苦說 啊 我會跟女朋友分手 都是他的哪一個朋友 勸他的 哇 那你的麻煩就會很多了 那自虐傾向呢 這個更不能介入 為什麼 因為當他知道說 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跟他分手 是因為你們這群朋友勸他的時候 他更會覺得全世界都與他為敵 這時候他就更沒有理由 怎麼樣 活著 他可能會做出更激烈的行動來 啊 所以這兩項是非常非常禁忌的 不要侵入去介入的 可是難道你就看了你女朋友 你的另外一個朋友 就這樣陷在裡面嗎 所以我說 其實像剛才許老師說的也對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求 就是說求生存的慾望嘛 其實他知不知道 男朋友或女朋友這樣的景象 一定知道 但是他只是還找不出那個 改變的動力 離開他的動力 他需要你去幫他的這個決定 離開的這個決定做背書 但是你千萬不能從你自己嘴巴裡面說 你分開他吧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通常會有這些不好習慣的人 他人格裡面有一些迷人的特質 對 迷人的特質 一定有 真的還假的 例如說他虐待你之後 或他自虐之後 他下一步就是表現得非常的殷勤 他會做出非常羅曼蒂克的事情 讓你忘不了他 像我一個也是女的很好朋友 他就有一個年紀很長的 長得很 大概十幾二十幾歲一個男朋友 那這個男生就是 常常他們比如說 其實沒有什麼口角 只不過我這個女的朋友 可能去他家晚了一點 比如說也許說八點到 可能九點到 這男的一到他家 這男的就會把那個水泥道 直接扎下來 扎破 或是家裡的那青花 很貴的那種花瓶 就扎爛喔 可是這樣之後 這男的又會非常非常 PASSION的會抱他 然後像爸爸一樣 因為這女孩子 他爸爸很早就過世了 那這男的年紀長大很多 所以他就覺得說 哇 這男生給他的不只是富外 還有浪漫的愛 然後又開著他們那種跑車 在台北市這樣晃 你知道這樣 你知道輪著會起火的那種喔 你知道嗎 就是很騷包 他就覺得說 哇 你知道這男的就是給他 這麼美麗的經驗 好MAN喔 這麼浪漫的愛 這麼PASSION的這一切 然後有的時候 有一點暴力好像又可以接受 所以 常常要分又沒分 又分又沒分 又分又沒分 就這樣 所以也是像剛剛邱醫師講的 他們有一些迷人的特質 對 真的 我們熟女朋友們 認為這樣的人是有迷人特質的 請舉牌好不好 好 對嘛 你看 是 唐唐姐姐 他的迷人特質在哪裡 就是 他就是反差會很大 他們就是 像剛剛老師講的一樣 他就是前一刻 就對你大發脾氣 然後把你東西都丟在地上 或是就說叫你出去幹嘛的 可是 可是當他一好的時候 他又真的是反差變很大 他就是非常的呵護你 然後你就會自我安慰說 他一定是情緒失控 所以才這樣 對 其實他其實很心疼我 對 他只是因為怎麼樣 就會自己幫他圓謊 對 尤其唐唐姐姐 又是兒童節目的主持人 又有寬容心 對 我就會覺得說 像個孩子一樣 我就要更包容他 而且他們這種人通常 很有才華 然後在外在條件上 會被大家很肯定 對 可是他們只會對肯定的對象 真的 不是 你看到那個人身上 什麼你覺得太棒了 不能講 就是他看 就是帥 一種眼神 然後一種氣息 美麗 他會呼吸的感覺 真的 美麗 不一定是外表的帥 有個性 是不是太棒了 原來就是那種 文憑上的才華 我音樂上的才華 美麗那師是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是藝術家 會有這種瘋狂的特殊性 對 而且你會覺得說 他做這些瘋狂的事情是為了你 你是他世界的中心 那會讓你覺得有一種真榮感 有一種驕傲 有一種虛榮心 對 他只有對特殊對象 才會這麼做 我覺得你們都需要看救醫師 你們自己給自己喝 沒有 沒有 真的 真的 沒有 這個就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是這樣嗎 美寶 對啊 就是如果跟 就是男朋友在高速公路上吵架 然後就是他開車 然後我們吵架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把車開得很快 然後我就默默看他開車 你會覺得 天啊 他好像SKY哥哥喔 沒有 這一點我要講 小生 這個不用男朋友 我通常坐計程車 我請那個司機趕時間 他如果 你知道 轉檔開得快 我都覺得他帥耶 不用男朋友了 一般計程車司機只要開快 你都覺得他帥對不對 即使他有個檳榔 對 長相無關 無關 技術好就可以 我拉緊這樣 哇 哇 天啊 對 對 謝謝老師 壓抑了一件事 真的 對 那我們來看第三一點好嗎 好 第三點 最好不要介入的情況就是 對方是 是還不介入 什麼時候介入 對 因為其實慣性劈腿 是很難改的一種習性 其實我們發現 有很多慣性劈腿的人 在我們臨床上 其實是有性上癮症 性上癮症 對 所以呢 這樣的人如果說 當他發現說 他的對象的朋友 又在勸他分手的時候呢 很可能他會產生一種報復心理 就是他可能會拔你 對 他會覺得他要去征服你 因為你勸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 所以如果我能夠征服你 就代表說我也能夠征服我女朋友 會產生他這種非常好勝的心情 屈老師一直點頭 好病態喔 屈老師你就這樣嗎 我一直在搖頭 多半男生女生比起來 男生慣性劈腿的比例會比女生多 難道男生就這麼需要被自我肯定嗎 其實男生一般來講 當然慣性劈腿的比例比較高 但是我們發現說 會慣性劈腿的男生 基本上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一些因素有關係 比如說他從小到大可能都經常被罵 或者做什麼都得不到父母的這種肯定 所以長大之後呢 他慢慢就會希望說別人來肯定他 那如果他外在條件很好的話 當然就會經由這種慣性劈腿啊 或者是說他很會甜言蜜語啊 他當然就會用慣性劈腿的方式 來得到女生對他的肯定 但是這種肯定因為是虛的嘛 因為他本身可能沒有什麼 真正的才能等等 所以當他發現說 對方已經快看穿他是一個空殼子的時候 他就換下個目標 所以就會變成慣性的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慣性劈腿的人很容易被發現 為什麼 不是他笨 是因為他本來就希望能發現 蛤 有人會希望被發現 因為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開口講 那如果被你們發現之後 他就不用講了 對 他只有離人退出 對 有遇過這樣嗎 有 其實像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男朋友是 他的爸爸跟他媽媽都分別結婚過三次 然後他的男朋友的綽號就叫妹妹 Station 就是到處旁邊周圍都是妹妹喔 他是真的不怕分手被 劈腿被發現耶 因為他可以就是兩三天 我朋友沒有去他家 然後又去他家的時候 床上就會寫著 譬如說小梁哥我好愛你 之類的 或是昨天晚上你好棒 然後他還會給他就是照片 有沒有放都會放在手機裡面 你隨便去看 都看到他跟別的女生親啊幹嘛的照片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一家店 然後他那時候情人節活動 就是只要開酒 他們就會現場幫你拍一張很可愛的照片 他就會看到那一片牆上大概有六張 都是他男朋友跟不同的女生在捨我的照片 他男朋友沒有在怕被發現的 然後我朋友他本來的價值觀也都是 就是那種一對一的狀況喔 可是搞到最後面 他變成他說 李恩俊你知道嗎 我很享受看他玩得很開心的樣子 因為他男朋友甚至晚上出去唱歌 唱歌他帶很多妹出去 還會跟我朋友說幫我照顧一下 就照顧他帶來的妹 然後之後他就去社交完之後 他就摟著一個妹 然後就跟他說老婆我先走了 他就說我很想 可是我覺得我朋友 是被他搞到價值觀錯亂了 他說他很享受看他玩得很開心 為什麼邱醫師為什麼這女生會變這樣 我覺得這個女生可能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 不是瘋了 就是說一個可能是他為了要 太愛他男朋友了 所以要迎合他男朋友的價值觀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不會持久 因為我相信啦 就是說 你不可能叫一隻老鷹爬樹 也不可能叫一隻松鼠去飛 你是什麼樣的人 大概就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這樣的改變錯亂是暫時的 有一天他會不快樂 不快樂之後呢 他就會回來他的本性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你那個朋友可能 搞不好他本性裡面 也是有這種比較open的 那種音質 沒有被打開來 對 沒有被打開來 可能被一些道德啊 規範給束縛住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呢 可能他這樣的改變就會比較持久一點 那我要講 我的朋友 有一個女孩子也是這樣 可是她的理由是她說 她說 許阿 我去哪裡再去找 這麼好的男生 條件這麼好的 以我的年紀 她就這樣說 持久權 對啦 因為許老師他們是年紀的 你不要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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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老師 老師 成績 是你的朋友 老師加油 加油 你不要講我 好棒 不是我 我要講我的朋友 完了 我剛剛踩到她的地雷了 真的 沒有 因為她最常跟我抱怨 就是晚上的時候很晚 她會說她們就兩個都睡著了 畢竟這還誇張 可是她說到了 有時候到了半夜三十天她起來 男朋友不在旁邊了 我說然後呢 她說她就去全家找找不到 打電話也沒接 到早上大概六七點自己就回來了 七八點就回來了 然後這男生就會說 我去幫你買早餐 或者是我突然想去看那個星星或什麼 可是她其實她心裡知道 這男生應該是 晚上接了很多要去玩的電話 她都一直把它按靜音 只等女朋友安撫她睡著了 她還是溜出去玩了 可是白天還是會回來 你知道 那我就 那有時候我就說 那我當然不會說你就跟她分 我就說 那你覺得這樣怎麼樣呢 也許你會遇到也更好更多 你可以試著跟不同的人交往啊 她就會說 可是你知道 我這個年紀 你覺得我會遇到比她條件更好的嗎 這麼帥 這麼有才華 這麼特別 我們到哪裡 大家都來看她的男生呢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 不同的女孩子她們追求的東西不一樣 有的女孩子可能想找一個 經濟很穩定的 就算抽也沒關係 對不對 有的女孩子可能自己經濟穩定了 她想找一個 就是可以帶得出去 讓別人看的都覺得不錯的 對啊 第二點是 好 第二點 剛才很多人有講到的 但是不太知道 叫做精神的暴力 可是精神上的喔 她沒有動手動腳 她也沒有說 她沒有說 我舉一個案例好了 曾經有個個案 這是男的 我的個案是男的 那她女朋友就是情緒很容易激動 好幾次跟我這個個案吵架之後 女朋友就會 開摩托 騎摩托車出去 有一天呢 終於出事了 這女朋友騎太快 然後剛好一個計程車 後門打開 這個女孩子呢 那個 騎摩托車小指頭 就被車門夾斷了 好可怕喔 然後 然後 這個男朋友接到電話 然後就馬上衝去醫院 結果這個小指頭 接不回來 就不回來了 然後呢 手術完之後 這個女的就跟醫生講說 那個小指頭不要丟掉 幫我撞到一個小瓶子 小瓶子裡面我要帶回去 結果呢 她們兩個只要每次一吵架 那個女孩呢 就會把那個小瓶子拿出來 放在床頭上 然後她不會跟她男朋友講什麼 她說 我只要每次看到這個小瓶子 我就覺得 我自己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了 天啊 那這個男的再怎麼樣 敢不敢跟他分手 當然不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精神暴力的一個案例 真的 那我有 我有碰過 就是精神暴力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是男生 然後她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但是那個女生 因為不管是工作或家庭的壓力 她從小就是需要就是 努力認真工作 然後賺取她經濟上面 來維持整個家裡 所以她壓力很大 所以她好像每天都要吃十顆以上的 安眠藥才能入睡 她就其實有一點算是重症的 憂鬱症患者 那剛開始就在一起兩個人很愛 也想說什麼哪一天如果等她病好了 然後就要在一起就要結婚 就這女的沒有就是 不斷的用很多方式 譬如說這男的可能要到內地去工作 她就說 你到底愛不愛我 你如果愛我的話 你就要陪我 然後就用那種什麼 那我就是沒辦法要吃藥 然後也是要用自殘的方式 然後叫這男的回台灣 可是這男的沒辦法要在內地工作 然後最後 鬧到最後是分不開 這男生只要一說分開 這女的就鬧自殺 然後到最後這男生也憂鬱症 這男生只要一說分開 這男的這女的就鬧自殺 然後到最後這男生也憂鬱症 現在去看醫生還在治療 自己走不出來 現在自己在吃那個安眠藥 吃那種就是精神科開的藥 然後這女生還是三不五時打電話來 就說你到底就是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還是我們要不要結婚 然後為什麼我們不能到結婚那個階段 然後這男的跟他講說 你有這種病我們家人也不能接受 然後搞到這男的每天晚上半夜睡不著覺 然後就是很難過 然後也去看醫生 醫生跟他講說你輕度憂鬱症 我覺得這精神暴力非常嚴重 而且他是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好 我有一個就是之前的男朋友 然後他是 他都會說反正我不打女人 我不會打女人 我絕對不會傷害你 可是有一次我們就是吵架吵到 他就衝出去然後拿了狼頭 把我們家所有從電視 然後微波爐 所有你看得到的電器 你全部都砸碎 家裡像是被那個小偷闖空門一樣這樣子 然後砸碎之後 就拿了狼頭說 就是 因為是我跟他提分手 因為我覺得他給我的精神壓力太大 因為他一直在干涉我的工作 然後我都會覺得說 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雖然你會照顧我 可是我還是需要工作啊 他就會在我工作上一直就是說 你的老闆不好啊 你的朋友是不是影響你啊 然後只要我要去工作 他就會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啊 等等之類的 那我受不了我就提分手 那他也受不了 他就拿狼頭去砸 砸完了之後 東西甩了就走了 那我朋友就跟我說 他現在會拿狼頭砸的是電器 他下次就拿狼頭砸你的頭了 對啊 然後 然後 或是直接拿你的頭砸電器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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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朋友這樣跟我講 我自己都還是會找理由跟他說 應該是不會啦 他就是不想才這樣 我跟你講 我曾經有一個男的 他拿他的書 他在看一本書 他那個書扎過來 我還躲開囉 我都跟他分手 絕對不能讓任何人 他第一次 有任何肢體上對你有任何威脅性的動作 所以他事後還跪在我面子哭 他說我不是那麼威脅 我剛剛 我真的是太激動了 因為你有一點點 要跟我提分手的那個意念 他剛好在看一本書 還是硬殼的 HARD COVER 他就直接扎過來 我還這樣閃 我說不可以 但是為了什麼事情他要這樣子嗎 因為我又有一點想要提要分手 我想要 我只是沒有講 但是有一點帶到 我們的對話當中 我們正在談話 有一點講到說 我那時候沒有跪下哭 我有一點接受 我講說我好偉大 竟然我一這樣 他還跪在我面前 我是多神聖 你知道他多愛我 可是我事後當然 後來就立刻就分了 因為我回去想想 覺得不對 因為我在國外受的教育是 不可以的 不要講國外 台灣也是 任何人對你有任何 語言上 肢體上 精神上的暴力 任何傾向都不可以 你不可能為他找藉口的 不可以的 他也不只 他還會寫信 寫信 罵 就是可能例如說 天啊 他是不知道 不要再找藉口 他一定我身體比較不好 或什麼 他是吵完架 他一定會 就是慣例 傳簡訊 發電郵 然後就是會寫長篇大論 或在MSN上 就是會寫說 你跟誰誰誰出去啊 你不要以為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最近身體怎麼樣嗎 一定是亂搞嘛 你幹嘛把自己搞得 跟妓女一樣呢 然後就是 講得很難聽很難聽 到最後我每次只要一吵架 我就會跟我朋友說 他應該等一下就會 會傳簡訊來給我的 然後寫完之後再過兩天 就會再寫一封很長的信 告訴你說 我真的很愛你 你總是 我這一生最愛的人 我不能沒有你 對 然後會傳簡訊說 我願意為了 你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等等 你只要再給我一次機會 寶貝我愛你之類的 這個我跟你講 要三思而後嫌 因為你現在傳出去 那都是證據嘛 我都有留著 你看嗎 他都有留著 我都有留著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點是 好 第一點就是 千萬別記錄的情況就是 對方有 這五點幾乎 那就不要交朋友好了 對啊 不是 朋友 朋友的當法有很多種 我覺得 像我看在座幾位的答案 可能齊安的答案 當你朋友想要分手的時候 默默當聽眾 這個是一個比較可取的一個方式 可是我們會覺得 對啊 對啊 不是 因為 對 因為記得 就是對方來找你 不是帶著問題 是帶著答案 那你要鼓勵他 你要給他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他把自己心裡面 小小不確定那個聲音 可能是分手 可能是在一起 那種想法把它講出來 因為他自己 因為他本來的答案不清楚嘛 模糊嘛 可是他為了講給你懂 他是不是要邏輯 要整理 他自己要去那邊辯證 他講出來你才會懂嘛 所以經過這個處理這個過程之後呢 你其實當聽眾 其實是幫他整理 整理出來之後 他那個答案就更明顯了 他那小小聲音 就變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聲音了 他自己就肯定了 知道怎麼做了 那我要講一個男生的 不是只有女生才這樣子 是 就我們家曾經有幫我相過親 還是一個相親 相親 就是一個國立大醫學院的一個男的醫生 很優秀 一表人才 然後我們見面的時候 兩個人感覺也很好 然後還有約出去 結果約了兩三次之後 有一次他想要約我 好像去外縣市吧 可能要過夜這樣 我們還計劃好 結果就是都計劃好 兩個也很 就是還蠻喜歡的 可是到了當天早上他突然打電話來說 還是不能 我就說你怎麼了 你是有什麼問題嗎 他才跟我說 他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交過一個女朋友 兩個人已經分了很久了 可是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沒有辦法 move on 她的人生 就是因為每當 一陣子這個女孩子就會 就是他第一任這個女朋友 就會寫信或打電話 跟他說我又自殺了 我常常會 這女孩子家人會打來說 喔 這女孩子昨天又要去跳樓 你趕快來醫院看她 或怎麼樣 所以那這個女孩子就會 一直威脅她說 你敢再交女朋友 我的第一次 我什麼都給了你 你敢再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 所以他沒有辦法結婚 他沒有辦法交新的女朋友 只要家裡的人 不斷幫他介紹新的女朋友 只要快要愛情快要萌芽了 哇 那邊又開始鬧了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 那個女孩子就是知道 所以他之後 他就跟我說 他說很不好意思 他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也很希望可以跟你 可以交往 可是我就是後面 有這個前前前前前前 前女友一直在這裡 這樣一直招惹著我 他說我精神已經被她壓迫到 已經沒有辦法 都不能好好的去上班 好好的去工作 好好的去醫院這樣 可是後面的女生也不敢來 因為知道她有一個這樣的前女友 對啊 誰都嚇都嚇了 她還很誠實 她還有說 你知道 我就說那你要趕快把你那事情 處理好 你在那個 可是我覺得她沒有辦法處理 可是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 你就看出她 覺得她有一個迷人的特質 對 就覺得說 哇 在這個音訊外表下 還有這麼一顆 所以最後她又逃到妳這裡了 沒有… 當然沒有 她很排歌耶 沒有 問一下我們熟女朋友 有勸過人家分手 結果自己變成豬頭的請舉牌 美寶 就是朋友她跟男朋友吵架 然後哭著打電話給我說 我要跟她分居 妳趕快來接我 就是載我走 然後我就很帥氣的 到她家幫她扛行李 然後拿茶几這樣扛走 然後最後牽著我 扛一茶几 對 就是有一些家具她要帶走 這是得力助手耶 那是沒請你嗎 然後最後我就牽著我的好朋友的手 跟她男朋友講說 妳永遠都不要再看到她了 然後我就牽走之後 後來我就每天就陪我好朋友聊天 然後我們睡覺也都一起 然後會一起聊心事 然後後來有一天 她跟她的男朋友和好之後 她就默默地把東西都收走 然後搬回去了 然後後來我就打電話 跟我好朋友講說 你又跟她和好 那等到有一天 你們真的分手的時候 你再來找我 然後隔了一陣子 我想要說關心她一下 看她現況怎麼樣 然後我在打給她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竟然對我說 我喜歡的是男生 我不喜歡你耶 就是沒想到是 就是她男朋友給她 沒有了吧 因為那個她的男朋友 給她洗腦說我是個T 所以才會對她這麼好 然後一直想要破壞她 什麼問題啊 我沒有辦法當好朋友下去了 然後好像誤會我是男的 那妳的呢 我是那個時候就有個好朋友 然後她大學四年都跟她 一個好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殊不知之後 男生就是愛上了 學校附近漫畫出租店的少女 然後就劈腿了 然後女生知道的時候 就非常生氣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陪我去跟那個男的 就是當面罵她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的心願是說 當面罵完之後 還可以甩那個男生一巴掌 她說但是我很害怕 如果到時候沒力的時候 你要幫我甩她 然後就是因為我人生也沒甩過人家 但是想說好姐妹 就說好 我會幫妳甩她巴掌 我說妳只要就看著我 我就會甩她 她就說好 然後我們到現場 然後女生就罵她 說妳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我省吃錢用買給妳的 那一次我本來可以 從台中做自強號回來 就是因為買妳這件衣服 害我只能做復興號什麼之類的 然後假如妳就罵得很生氣 然後就看著我 我就說OK 好 就是時間到了 我就甩了她一巴掌 然後手很抖 因為妳知道 這個男的跟你沒有那麼熟 妳也沒有跟他們多這麼生 可是妳要甩她一巴掌就很緊張 甩完之後我就全身在揣 後來我朋友就拉著我 趕快跑回家 後來跑回家之後 她就跟我講說妳相信嗎 剛剛那個衣服脫下來 因為她說是她買給她的嘛 就叫她把衣服脫下來 丟到水溝裡面 手錶拿下來丟到水溝裡面 她說那把那些東西都撿起來 我們說真的嗎 後來回去看果不及安 就是那個男生 已經把那些東西都撿走拿走了 然後反正之後 我們就一直講那個男生的壞話 大概講了一整個暑假之後 開學兩個又好了 我只是後來跟她講說 那個男的後來怎麼了 她說 我不再也沒有講過 但妳也太衝動了吧 妳幹嘛去甩人家男朋友一巴掌 可是我也有一個類似的情形 她很有一起 可是這樣的狀況 他們就會變成兩人世界了 他們以後都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是不是 就是我朋友 她一個月收入大概2萬6而已 可是她去她一個月 給她男朋友2萬塊 對 然後自己就剩6千塊 然後更可憐的是 她就是要繳保費 三個月要繳一次是9千塊 她就跟那個男朋友說 我可不可以這個月給妳1萬塊 就好 因為我要繳保費 那男的竟然跟她說 那妳就把妳的保險退掉 就是叫我那個朋友 一定要把2萬塊拿給她就對了 這男生沒有工作嗎 她自己有工作 可是她自己就是信用卡 有做那個協商 就是要付貸款 然後自己車子也要付貸款 然後她一個月才2、3萬的收入 那個男的 但是她可以去花4萬塊 5萬塊去換一個排檔桿 對 我就覺得 這個日子精神超大的壓力 然後我那個朋友自己都沒有錢 早餐都捨不得吃耶 然後中午餐就是吃公司的這樣子 然後一直省吃減用 然後就為了給這個男的錢 10年了 那不 還在一起 7年了 他還 他還辦他自己的名字的卡 就是給那男生加油用 付卡 就是加油 就是專門用 然後有一次我朋友說 我跟他就是吵架 你可不可以來載我回去 我說好 結果我朋友就上車 我就下車就跟那男的講說 你終於要跟我朋友分手 你每次欺負我朋友 什麼意思啊 那男的剛好在整你那個 摩托車行李箱 他就說 怎麼樣 我就在用他的錢怎樣 哇 我就兩狗 你知道嗎 我就把他的安全帽 因為他那個後照鏡上面有安全帽 我就一拿起來 往他頭上K下去 很帥 我在宗孝中的四段 但是重點是 這男的不關事 他馬上大鎖拿出來 要靠我耶 天啊 就知道誰打贏 那你有打贏嗎 沒有 他朋友抱住他 不然真的 我頭上應該是突破血涼了 重點是我那個朋友 不是拉著我 他是去抱著那個男的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然後之後還說 你為什麼要動手 我說我幫你耶 他反而罵我為什麼要動手 我說到時候他如果大手靠下來的話 你現在是要幫我哭還是幫他哭 對 我覺得很豬頭 他本來和四老真的後面變豬頭 真的 湘涵呢 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的好朋友是女生 他是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然後他跟他男朋友從國中就交往 然後一直分分和和 然後我是覺得 我同學喜歡跟人家有一點曖昧的關係 他連坐個計程車都會 變成司機每天固定來載他 然後還會不收他的錢 然後他把錢 你是不是曲老師嗎 愛上計程車 真的 他也會打擋嗎 帥氣 對 沒有他開得很慢 安全駕駛 然後他把錢就是放在後面 司機不收 然後司機還衝去 他上班的地方說 那個小姐忘記 就是忘記帶 忘記把錢放在我車上 我要還他 就是這麼吸引人 然後我是覺得 就是那個男生對他太好 我朋友不值得 然後所以他們在分分和的時候 我就說 對啦我覺得你跟他分手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對男生比較好 對 然後他們就真的分手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跟那個男生說很好 就是你下一個會更好 對 然後後來過了很久 跟我朋友沒有聯絡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那你最近還好嗎 他說還好啊 我說那你有交男朋友嗎 他說有啊 然後我就說真的喔 是誰 他就說就是那個誰誰誰 就同一個 比如說我勸過一個男女朋友 兩個人是在桌上已經拍了 然後三十斤了 已經 剛 已經問到對方了 就要直接講出來 對 對 很想要衝出來問候人家家家家 我沒有答應 對 對 就已經有在幹狗這樣 拍桌子 然後兩個已經吵到不可笑 男生一定要被朋友拉住了這樣 然後女生我們也要把他拉出去 要不然兩個要打起來這樣 兩個吵的問題已經吵了很久很久了 結果呢 我們就把女生拉出去 我就說 既然你這樣 因為女生朋友是從國外回來 我說既然這樣子 你既然真的下定決定 要跟他分手 那你就出國嘛 如果你覺得在台灣 你沒辦法跟他分的話 你就逃出國一陣子 反正你美國也有地方住這樣 你就不要回來 你就等到這件事情冷靜下來 你再回來這樣 好 跟我去車上 我要把我的鑰匙拿回來 然後我說好 然後去車上拿藥 很帥氣喔 把鑰匙拿走 然後把他們兩個定情的那個鑰匙 就丟在車上 我說你不拿啊 他說誰要跟他拿一樣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次一定分定了對不對 對 過一個禮拜兩個出現了 可是出現的是 我聽說那個 那個女生的朋友說 你嫌我怎麼樣是不是 蛤 就直接搶 就回來要弄你了 就直接回來了 然後就直接回來 他也不是要弄我 他就只是要跟我解釋 我懷疑他的那一部分 可是已經夠尷尬了吧 對 那你以後怎麼跟我們交朋友 就很豬頭 對 這種最豬頭 真的 如果等一下有票選的話 等一下會不會是你 第一名 OK 對 其實我那個女生朋友 就是她男朋友一直狂劈腿 然後後來我也是一直勸她說 就是我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 就是男人這樣根本不會改啊什麼的 就是每次都一直勸她分手分手分手 很多次下來 然後那個女生朋友 反而去跟其他朋友說 我懷疑其安喜歡我男朋友 對 不然她怎麼會一直叫我們分手 我每次跟她講 她從來沒有勸過我和好 你們有些人也是會勸說 你們和好啊 沒關係 她會改什麼 她從來都沒有 她每一次都勸我分手 所以一定是她喜歡我男朋友 更何況我男朋友都帥 又有錢 本來女生都喜歡 對 而且她自己的外型又有說服力 對 妳們說漂亮 漂亮 對 後來就搞到 就是她還跟其他女生朋友講 其他女生朋友也懷疑說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妳真的有喜歡她男朋友嗎 怎麼可能 對啊 那我們要請問一下三位 因為他們剛剛講出一些很多 明明是勸分手 後來變成豬頭 對不對 妳們有沒有覺得哪一個 妳比較不能接受 就是太瞎了 我覺得她那個就是跟我一樣 我也是 就是勸人家分手 因為男生女生都是我的共同朋友 只要他們兩個吵架半夜就是打給我 不管三點四點我都可以接到 先接到男生 打來一打來插播就是那個女生 兩個都互相講 女生講對方男生就是大男人主義 然後男生說女生什麼太情緒化 受不了愛吃醋 然後我就想說 那妳們兩個這樣分手好 我說對…那女生真的促進太大 妳這樣受不了 妳一個男生有事業 怎麼可以忙這麼多事情 然後我就跟那女生講說 對…她真的太大男人主義了 都是不為妳著想這樣怎麼行 我就說好妳們兩個就分吧 然後他們就說 就分了 好 兩個人就分了 隔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這中間也一直陪著女生不管吃飯啊聊天 然後打電話 三餐問候 就是照這個好姐妹的方式來處理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她也說 我真的可能就分手了什麼什麼的 很難過這樣子 每天哭 我說不用擔心 還會遇到更好的 結果隔了兩個多禮拜 兩個人複合了 有一天一起來吃飯 我們就吃飯 姐妹聚餐 她就帶那男生來 然後帶那男生來 我就嚇一跳 想說她怎麼來了 然後她就說 我們又複合了什麼 我就說 好…那妳們複合開心就好 結果沒有 這男的就指著 我就說 妳覺得我很大男人主義嗎 真的 就直接當著所有我們姐妹同一桌 然後就說 直接來 對 她直接來 就所有姐妹我們吃飯 然後她帶她男朋友來 她就說 妳覺得我很大男人主義嗎 天啊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 我只是覺得說 妳要 就是 還要解釋妳知道嗎 然後這女生也說 對啊 其實她沒有那麼大男人主義啊 對啊 然後其實她也還不錯 她說沒有啦 其實 對 還替她原廠 不會再弄她 大男人主義是妳女朋友講的 沒有 因為我就超尷尬 我就想說 早就知道不介入了 因為介入老半天 我想說妳那麼難過 就叫妳分手 然後到最後妳還來罵我 然後我就裡外不是人 那男生也是啊 然後就講說 那女生也說 我有很情緒化嗎 我真的很愛吃醋嗎 什麼 就變成我好像就很尷尬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跟那女生那一隊 就沒有聯絡啊 真的 然後他們兩個吃飯也不找我 然後是隔了滿久一陣子 大家就覺得 可能試過境遷沒什麼 然後大家才開始又恢復往常 然後一起出來 可是他們兩個就還好好在一起 從此之後我就知道說 絕對不亂給意見 不說話 對 真的 到最後我真的超豬頭的 是 那徐老師覺得哪一個最香 總之有鬼 尤其是 沒有人 有人 沒有人 有沒有人 我們好 有辣子 有利 她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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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該怎麼辦 是不是給我們一個結論 真的 我覺得 我還是要講一下說什麼事情千萬不能做 像打人的千萬不能做 像今天子璇 那個 橫芸是不是 暴力行為 橫君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們剛才聽了那麼多故事 你會發現說 這些走不出來的人 他們都陷在一個循環裡面 這個循環是什麼 就是 例如說是冷靜 然後就是衝突 甜蜜 冷靜 衝突 甜蜜 這個循環 那一般人來講 如果他不是膽子特別大的話 他可能那個衝突不會到暴力那個階段 但如果你當朋友的 你去幫他完成了這個甩巴掌或打人 他就完成了這個循環了 完成循環之後 他就變習慣了 習慣他就容易走不出來了 所以千萬不能幫助他們 沒膽去完成這個循環 你反而幫他完成這個循環 那你的朋友就更走不出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其實很想打這個男人 但是我不敢 所以我就叫他打了之後 卸我心頭之後 我就好好跟他在一起 對 因為你完成這個循環嘛 因為你知道衝突之後下來就是甜蜜嘛 那是你剛剛那個恆均 他打他那個一巴掌是對的喔 對啊 他會助長他們的艾苗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跟他們在一起的話 你就至少不要管這件事就對了 你就不要管 你就撤手就不要管 對 他們就不會完成那個循環那個鏈結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結論就是這樣 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要管別人在網上刷 今天謝謝我們熊女們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三位特別來賓 謝謝 謝謝